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兩語語怎麼樣演化成四項語 那兩語語現在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 有兩種東西叫兩語語 一個是名詞 一個是述詞 好 那太極語基本上沒有所謂名詞和動詞述詞的分類 但是兩語語有 但是兩語語太過簡易了 所以這個前面我們都講過了 太極語為什麼要設計出來這些我們都講過 我們就跳過 那接下來剛剛那一篇就是把詞彙分成名詞和述詞 那就是變成兩語語 那兩語語的DNF語法 然後這樣子其實還不是很夠 雖然感覺開始有一點結構了 可是我覺得還不是很夠 那所以就必須要繼續擴展 那擴展就是再分嘛 那這基本上就是二分法 太極生兩語 兩一生四象 每個東西 我小時候有一個銅牙 一個大西瓜 切成兩半 一半送給你 一半送給我 然後再切成兩半 一半送給你 那你就這樣一直切 所以最後西瓜到底會變成幾半 那就是太極生兩一生四象 對不對 那什麼是四象語呢 我們就是再切 把名詞再切一半 把述詞也再切一半 那名詞可以怎麼切呢 我們來看 名詞 述詞 再切一半 名詞有實體 還有沒有實體的名詞 什麼是沒有實體的名詞 思想 信仰 力量 這種東西是抽象概念 但是它確實是名詞 有實體的很好舉 狗 貓 人 書 電檔 通通都是有實體的名詞 所以實的很好舉 虛的有些人舉不太出來 那另外 數詞還可以再進一分 進一步用會不會動來分 會動的就叫動詞 就是會有變化的 其實動詞代表有變化的 不一定要真的動 但是它有變就可以了 那有變化的東西就是動詞 沒有變化的東西 就我們歸類為進詞 那這是比較中文的思考方式 那進詞到底是什麼 形容詞就是一種進詞 黃 綠 那些都是屬於進詞 因為它沒有動 那動詞就很簡單 打 推 跑 那有動 所以我們只要繼續切割 名詞變詞虛 述詞變動靜 那這些怎麼區分 詞詞更多的就有人 受 護 其實這個是中文裡面 其實在造字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分類 那虛詞就是沒有實體的 沒有實體的思想 信仰 力量 這種虛詞 那述詞再去分出來就分動靜 用有沒有變化來區分 動詞就像跑跳追 看讀寫 說講聽 學交言 那進詞呢 黃綠紅 黃綠紅 美高矮 大中小 深淺義 這種是進詞 那於是四象語的四象就出來了 就是實 虛 動靜 就是四象 那因為我要寫成語法 我直接寫成中文比較容易混雜 所以我還是用英文來代表 這樣寫bnf比較好看 那所以實就是real 我們就用r代表 虛就是imagine 就是i代表 那動詞英文就是verb 所以就v代表 那進詞呢 就hojoo hojoo ho h代表 那當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這上面加上英文的代號 詞是word 所以是w 名詞是noun 述詞是predicate 那詞詞呢 就是real 虛詞imagine i 動詞verb we 進詞hold h 七個字 其實因為太極兩疑四象嘛 一加二加四有七個字的 那語法上面呢 四象語也延伸兩語而來 那主要的差別是四象語有一個規定 一個句子裡面只能夠有一個動詞 動詞像 不能有兩個動詞像 但是它可能會有兩個動詞 但是那兩個動詞一定要在同一像裡面 不能分開 中間不能格符號 那什麼意思 又搓又揉 搓揉 之間不能分開 這就是動詞 那你只要把動詞通通集中在一起 那如果沒有辦法集中在一起怎麼辦 下一句再講 不要再一句話把所有東西講完就好 放到下一句再講就好 所以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語法就會繼續延伸 剛剛w等於np 現在n6等於r或i p又等於v或h 接下來我用了一個樣板規則 這是什麼樣板規則呢 就是說 w 就是一串詞彙 最後用什麼結尾 它就會變成那種詞性 ok 所以最後如果用動詞結尾 那它出來的也就是動詞像 如果是用名詞結尾 它出來就是名詞像 如果是詞詞結尾 那出來就是詞詞像 虛詞結尾出來就虛詞像 淨詞結尾出來淨詞像 動詞結尾出來動詞像 就這樣 ok 這是最後一條的意義 但是除了這些語法以外 它還加上一個限制 這個限制就是一個句子的這些w裡面 只能夠有一個動詞像 不能有兩個 只能夠有一個動詞像 那這就是詞詞的限制 那為什麼規定一個動詞像 其實這是我們之前在研究自然語言的時候 當我們會發現句子的核心是什麼 句子的核心是動詞 一個句子的核心是動詞 只要動詞抓住了 你把其他東西通通都可以填在這個動詞框架裡面 還記得邏輯語嗎 邏輯語其實就是這樣設計的 我覺得邏輯語的語語法 其實設計的我不認為好 但是它的那個動詞 設計的很好 我們上次有講過 邏輯語的邏輯語的邏輯語 邏輯語的邏輯語是搭乘的意思 他說 就是我搭乘某個東西到那裡去 他可以說 然後 後面再加上交通工具 對不對 再加上路徑 這些就是欄位 那clama這一個就是動詞 你可以把很多東西填到這種動詞的框架裡面 句子就容易了解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規定只能有一個動詞的原因 一旦有兩個動詞你就很難填 我們其他的東西就沒辦法填到這個動詞的框架裡面 那就應該分成兩句不應該放一句 那所以只要不符合這個規定 不符合單動詞規定的話 他就會退回兩語語或退回太極語 所以我們看看四項語的例子 人跳 這個時候人是詞詞 跳是動詞 人跳 詞詞也是名詞 所以就是即使是名詞就加動詞的結構 那男帥 帥就不能說是一個動詞 帥沒有動 他一直很帥 對不對 他沒有說帥是一個變化過程 不是啊 帥我們不會認為它是個變化過程 所以帥不算動詞它算個禁詞 所以男帥其實就是實詞加進詞的結構 那受追輪 受追輪就是實詞動詞實詞 人和受都是實詞 追是動詞 女好美就是女是實詞 好它不是動詞嘛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禁詞 美也不是動詞 所以它是禁詞 那他有思想 他有思想 就是實詞動詞虛詞 思想是一個虛詞 雖然它是名詞 但是它是不存在的詞 不存在詞 那我追他 我追他是RVR結構 那我有信仰是RVI結構 他好愛我 是RHVR結構 那就可以這樣子 但是你把所有的詞 都標註它的詞性 這個對人來講不難 那對電腦來講 也不會太難 只要有本字典 但電腦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有一些詞 它有時候會是動詞 有時候它會放在名詞裡面 那這裡就需要電腦的字典 上面會一個詞 可能會分到兩類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結構出來 那蘭人很帥 那蘭人中間沒有符號隔開 也沒有空白 所以這算一個單元 那這個到底那蘭人算是名詞還是動詞 那是實詞還是虛詞 那蘭人 那是指物體 所以是實詞 蘭是人 所以是實詞 人也是實詞 所以是RRR的結構 那我們看 它剛剛那個規則說 最後一個是什麼詞性 它整個就是什麼詞性 所以這一個那蘭人是R的詞性 有實詞 沒錯 很帥 很帥 那帥呢 不是動詞 所以它是靜詞 那很帥也是靜詞 那她愛她 RVR的結構 那女人超美 RRR 所以一樣R的結構 超美一樣跟上面很帥是一樣 OK 所以是靜詞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樣 其實它就開始形成一個樹狀結構 在詞彙本身就有一層的樹狀結構 戳柔是VV的結構 戳和柔都是動詞 所以VV又形成一個V 戳戳柔柔 VVVV也形成一個V 又戳又柔 又的話呢 不能算動詞 所以我們算成靜詞 因為它不是實體 又不是實體 所以我們算是靜詞 那戳是動詞 又又是靜詞 戳又是動詞 又柔又是動詞 所以這最後 看最後是什麼詞性 它就是什麼 所以它是一個V的動詞 那如果又戳 空格又柔 它也變成兩個動詞 那這一句話就有問題了 我中間後面沒有加句點 所以這一句話 又戳又柔 不是四項 它是兩音 它不是四項 因為它是VV結構 VV結構中間有空白隔開的 一個句子裡面就有兩個動詞 就不能夠說是四項 那後面這個就不看 那所以我們四項語就講完了 那這裡就有席題 那席題呢 是這樣的 請你對每個語句寫出它在下列答案中 數字最大的一個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如果是四項語的話 你就寫四 如果它不是四項語 那它是兩語語你就寫二 那它不是兩語語 它是太極語的話 你就寫一 那我們就看 戳樓戳樓 戳樓戳樓因為它有兩個動詞 所以它不符合四項語的結構 四項語的句子只能有一個動詞 所以它不是四 那接下來就是二樓 沒錯啊 因為基本上兩語語包含所有 所以不太可能會是一了 那兩語語的結構是 基本上可以涵蓋幾乎所有 那又戳又樓 這只有 雖然看起來有兩個動詞 但是它放在一起 它形成的單一的動詞組 所以它四項語沒錯 右戳空格右樓 這兩個動詞就不是四項語 就變兩語語 右戳右空格戳空格右樓 那這裡戳就是一個動詞 右樓又是一個動詞 那所以它也不是四項語 它有兩個動詞 所以它還是兩語語 右空格戳空格右空格樓 那它也是兩個動詞 所以也是兩語語 OK 那不會是四項語 所以答案是四二二二 那這樣我們就看完了四項語的語法 待會我們就要看八卦語 為什麼還有八卦語呢 這個那天我突發奇想 因為DBS上不是大家在問卦 那問句怎麼描述 這是為什麼會有八卦語的原因 八卦語就是用來問卦用的 所以我們待會看一下八卦語 好 那先休息一分鐘 一分鐘